微信上发文的机构 然后我去搜了一下 他主要他就是这个这个团队他做了一个做 他还是NOS 对他他就是一个 分布式的系统吧 他的目的就是让用户 就是更更轻松的去实现这个分布式 然后他就开发了这样一个系统 叫Clausal AI 他其实是个framework是不是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work 然后就直接开源出来了 然后背景的话就是说 现在的那个大模型越来越多了嘛 但是网络模型越来越大 单GPU肯定是装不下这些大网络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在这些网络上进行训练 以前的那些方法肯定不适用 所以一定会用到分布式的方法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工作者或者是研究者 他 其实是 很少去编写分布式的代码 因为你要去了解 GPU通信底层什么的 一些东西他会消耗很多很多的时间 而且市面上也缺少一种能够 就是易用的一些加速方法 像现在已经有的merging LM和一个Deep C的他们所开源的工作 他其实在写代码的时候他都需要去加入一些多设备通讯数据一致性的一些操作 然后就这样子他就需要进行额外的工作就学习成本比较高 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要开发一种更快速更好用的一种方式 然后帮助用户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提出了Cross AI 它里面集成了一组统一的训练加速的技术 然后针对多维的Tensor并行和Six并行 就全部都放在这个库里面 然后这个我在后面也会介绍 然后同时他还提供了比较好的API 他这个API就是最新更新的版本 他应该是API会和我们现在用的一些hunging face的一些模型 直接就一键式的去调用 就可能就增加三到四行代码 我看你刚才说你其实用过这个东西了 你能用吗 我稍微考虑一下 就一个小Bert Bert能用 就是直接调用 然后加一两行代码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 它就会多GPU运行的是吧 对 但我不知道在多别的环境中 它能不能就是很好的去用 然后我的计划其实是 后期可能会针对这一个AI 就是去写一个模板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给我自己用 只要换model和data loader 就可以方便的用 可以的可以的 然后 然后它AI中提到的这些技术 大部分技术都可以自由组合的 比如说你可以用 Tipeline并行 加上Tensor并行 或者加上Safe并行 同时去使用 然后这样就能更好的去做到一个加速 而且它这种并行的成本表 你只需要 也就是需要改少量的代码 然后实验部分 它就分析了一下不同硬件方面的一个并行策略 然后现存的并行策略它就是这三种 一个是Data 就是我们以前那种小模型的那种常用的 就是把模型复制到不同的GPU 然后数据把它按DG size去划分 给到不同的GPU 然后跑了之后汇总 汇总一下 然后TensorPurello 就是对模型里面的那些参数进行分析 然后这些我在后面会仔细的讲 然后PepelinePurello 就是把一个模型的每一层按层去分 就一部分层放在这一块GPU 另一部分层放在下一个GPU 要这样顺序的运行 首先就是这个DataPurello 它就是按BG size 把Data划分了之后 给到不同GPU中的相同模型 然后去运行一点 然后每次运行之后 要汇总那些运行结果 然后反向转播 T度更新之后 还要在各GPU之间通信 去更新他们的网络三组 这样的话 其实首先它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大模型 它是没法训练的 因为它在每一个GPU中 它都要有一个模型的副本 然后这样子 这真的只能够是搞搞的 那就是说每一个都要备份一个人 对 这样子弹 我没明白它这个玩法了 对 这是最最 其实这是 其实是我们以前 就是搞 早早期搞那个生动学习 最常用的一种 那说白了就是 对对对 你就说是 他真的在讲的是以前的做法 不是他现在的做法是吧 对 然后下面就是他现在做的做法 我以为是他是这么做的 对 这个就是说只是把数据分割分割 然后模型是 就是大家一都拷费一份 对对 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解决方法就是现在的更好的 变形方法就是 TensorPill 然后PipelinePill 和SequencePill 然后首先这个TensorPill TensorPill 它就是把网络参数进行划分 网络参数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网络参数 对于两张GPU 它用每一张GPU去分布一半的参数 那把那个Data Data反正是复制一份 直接给到每一块GPU去跑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网络参数特别大的话 然后你的GPU足够多 那你的那个每个GPU上 其实只是保存了一部分的那个网络参数 对于网络来说 它的那个参数量 其实就是被完全分割开了 它是取决于GPU的数量 然后在所有网络 所有GPU计算完成之后 它采用一个AllReduce的操作 把各个GPU的输出给它整合 然后TensorParallel 它有现在是有三种分布方式 1D然后2D 2.5D和3D 然后我也会在下面第一介绍 它在模型里面都提供了这四种运行方式 然后各种运行方式 它有一定的限制 也有它自己的一个优点 然后TensorParallel它的缺点 也是会比较明显的 就是因为你在你的data是负责了多份 在每个GPU里面是保存了一个完整的data 那我在运行了之后 把输出汇总之后 那我在下一层之后 我是不是要把输出再通信重复到别的GPU上面去 那这样就会消耗一些网络带宽 然后会影响模型的运行速度 而且这个data是会有气泡时间的 就是说每个GPU上都其实是浪费了一些空间 去保存这个data 它重复了 对对对 确实重复的是 然后这就是1D CensorParallel的一个具过程 然后这里写了一些推导 就是看以Transformer的Feedle Forward的网络层为例 它在并行前 它的计算就是上面这样 X,W,E,W,R,S,H是吗 对S,H,S行H列 S,H列 然后这乘以H乘以4H 哦权重是吧 对 然后后面是H乘以4H 那它后面为什么是H乘以4H 哪个 哦对4H乘以H 哦对对对 对对没错没错 是的 然后 然后以GPU等于2为例 它会对权重进行分割 对于第一个 OmegaE它会进行行分割 把它分成两个 然后在不同的GPU上 分别去进行一个运算 会得到这里 哦对 然后是它是分 航分割啊 嗯H乘以2H 对 那画起来啊 对对对 是航分割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再下一步 就是乘以这个Omega2的时候 对这个Omega2进行 进行列分割 对 进行列分割 把列分成两半 哦 可以 大家 对对 上面也去 下面也去 对对是 跟它变成4块了啊 对 然后成了之后不是会有两个输出 然后最后把它们两个加起来 就是 哦 直接加 好 每一个去成了之后 把它们加起来 这一方 等一下 我看一下 SRH SRH 然后后面这个是H乘以RH是怎么来的 哦对对对上下分割 对对 上下分割 分割完之后成完 各自成完之后 最后有两个再把它加起来是吧 对 再把它加起来就得到一个新感 第一个就是满足原本的试图 然后这里是我的推导 就是呃 夹起来之后是和原本的相同的 其实看最后一行就可以了 它的左边这一块就是在GPU零上运行 嗯 然后右边这里就在GPU零上运行 啊 ok 行的 行的 然后这就是EB的那个篇了 然后这里就我刚提到的那个呃 它的缺点 首先就是效率低 因为它也它每一次都需要把X和Y 同步到各个卡上了 对 那它就是需要有一个高速通信 如果说你的那个设备很好 你有你在每张GPU之间都有这个 就是一个高速的通信通信的电路 那EB的这种通信方式 其实是比较不错的 嗯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事实上呃 一般是没有机制能够达到 这样的那个要求的 因为这样的成本会非常高 嗯 大部分的机制都是在 可能相邻的卡时间有一个NVD 然后大部分做跨卡之后 就是用那个 CLE这个通信方式 就总线通信去做一个通信嘛 总线通信它的话就是会呃 带宽比较低 通信方式就比较慢 那这样用EB的话 你会传输出去 如果你的那个X和Y非常大的话 你传输的方式 就传输之后效率就非常低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有一个种 一个内存 因为X和Y是完整的被保存在 不同的卡上 那就是浪费了一些显存了 嗯 然后第二 然后解决方法就是呃 后面的几种高低的 这个tensor 首先是2D的tensor 它就是呃 看这边的公式 它有一个必要条件 它的处理器必须是Q乘以Q的 就是它必须满足一个呃 平方关系 啊这样子是吧 对 如果没有这平方关系 它其实是就是不能用的 好 然后 然后这里假设Q等于2 就是有四张局 但X就会有可以划分成这四块 就是这样划分 很分的数的都划分一下 然后他现在要解决这个 XY种原问题 是吧 把X也也也割开了 是吧 对 OK 然后权重也被隔开了 隔成一个 然后然后就是这样分布 就是对应的这个框 就被分布在这个GPU 对应的GPU里面 然后对于Q呃Q等于2 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Q次运算 然后在第一次运算的时候 它会用一种叫做广播机制的 一个操作 就是把XI0在行上进行广播 A0J在列上进行广播 这里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所以就看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 它的上面这个块 就是就对应着我这里的X 那下面这个三角形 就对应着我这里的A 那图中展示的是 Zep等于2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每一行的时候 在每三角的2的时候 就把第二列的所有 上面这个块按行去广播 就是这些这些这一行的GPU里面都有 就是都可以从那个总线上 拿到我我我广播出去的数据 嗯 然后同样 呃在列上 呃等于2的这个这个行 它会对着这这纵向去广播 然后每一个GP上也会有我这个呃权动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它就不用在每一个GPU上都去保存 部份的完整 它通过广播的方式 就是不分时段广播的方式去重布这些信息是吧 对对 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个存储问题了 那我计算的时候直接从总线上取就行 对对对 而且它的分时广播吗对吧 它就是交替的最高是不是 对 这是交替的吗 就T1的时间是这个T2时间 然后T3时间就是T1的时间是吧 不是可以 对 就是这里因为你Q是2嘛 Q只需要进2等于就只需要进行两步 就是分时两次就够了 OK 然后最后把他们广播到的数据 是不太没有那么优秀的 所以GPU要少 它通信量其实是大了 但是当你的GPU量特别大的时候 这种方式就会效率就会比较高 嗯嗯 再往下看 再往下就是在2D上进一步 再走一步 再走一步 它的操作就是原本是把它划成Q乘以Q的一个处理器 它这里再加了一个D就是再进行更细致的滑温 来减少通信量 然后把X就划成Q乘以Q乘以Q好 就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按D去取把它分成D块 就相当于我们去把它变成一个Channel 我们就成一个通道一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对每一个通道 它去就跟2D一样去得这个矩阵做了一个 同样一个操作 然后就会得到这样一个两块 那这个两块它它按动向去拼接起来 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室原本的这个外 就是我们需要得到的一个 OK 道理是差不多的好像 对这个道理是差不多的 直接D4多了一步好像是吧 对就多了一步 就其实就是划分的更细致了 嗯嗯 然后再往下 3D3D划分会就是再再细致一点 然后这边我先讲这个3D它原本提出来的 就是它的第二条件是T等于T3 就是显卡数量要能备更好30 就是对显卡要求更高 然后 然后看这张图 这张图画了一个坐标轴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看A的分布的时候 是从上面往下看 然后去看X Y J L这些种 然后B的时候是从右往前看 从右往左看 然后这是往前看了 然后是把A和B它分成了二乘二的一个分布取证 就是这两个 然后按A等于按A 就是AIL的位置去分布 就按坐标轴AIL就放在AIL对应的位置去存放 然后我这里给出了一些就是几个例子 就是这两个 然后还有这两个 那B是这样存放 然后 然后它也是进行广播 然后 但是它广播是 它是原本是存放在L等于0层就不止 A是只放在 最下面这层 B只放在最左侧这层 让它进行广播 或者是A往上广播 我们往上面等好 然后B往右广播 那对于这一块来说 那它同时有了A10和B01 然后这两个数据就能同时从主线就拿到了 那直接用这两块数据去相乘 去得到一个save 然后其实然后并行的话 就是每一个块都每一个GPU 在这个时候都同时去进行了一个计算 那我需要的一个呃 那个save的输出短阵其实就是这一块 然后就是这个 搞得很细 这个就挺好听 挺好 但是但是这个这样做就有一个缺点 因为保存它保存的时候 它本A级保存在最下面 然后C级保存在最后面 哦 复权不均衡 它是一个不均衡的一个分布 对对对对 然后它就在上面做了一些改进 其实这个改进也比较简单 就是把它划分的更细 原本这一块保存的是A01 那我把这A01再拆一下 再拆一次 把它放在这两块 它们只要用的时候 把它们俩充到呃 就是那个广播一次 然后就多一步计算嘛 广播一次把它拼回起来 然后就变成了原本的 对对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就是其实就是把它拆的更细 对对对 这就挺好的 你这个这个理解的挺透的 我我我这个其实这个我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它这个因为我里没有 我看了其他三十天就是 嗯嗯 确实这个东西挺难理解的 然后呃它的优势就是说 呃这些高高维的这种Panther Fairload的方式 它呃在传递的过程中永远是传递 我当前去PQ上保存在一个纸块 它不是把整个整个都去进行传递 所以它不会有额外的整个开销 但是它就是对 一方面是对那个GPU 呃数量做出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 3的话 如果原来就是在那个 PPP大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一次性就要增多很 增加很多很多 嗯嗯 可能对 指数就增加了 对吧 嗯 对 然后然后这是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把模型按程序分嘛 就比如说模型的前十层放在一个GPU上 然后后面也是放在另外一个GPU上 然后我用FeedForward的方式在第一个GPU上跑跑跑 好了之后把东西滑到下一个 那这样子它的呃 没问题啊 就是一个PPU在运行的时候其他GPU 其实没在干活是吧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所以效率不高 这样的方式 哎然后好像其实也行 因为它是不是 training不是一次就结束的对不对 对呃是有解决方法就是应该呃就是分实吧 就是我这个到下一个的时候上面去计算 下一个是对对对对下一个是的下一个循环里面的运行不就行了吗 但其实大家还在跑其实也都在跑也没有闲置其实 对呃但是中间总呃就是会有一点点空窗时间 因为你的那个运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就总会有那么点空时间 总会有一点七号时间 所以它叫bubble time是不是啊 bubble period是不是 是的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second period 它它的目的是解决我们的输入非常长的时候的一个呃 没法没法进行计算的一个问题 就显得消耗巨大的问题 嗯 它的方式就是对secrets进行划分 而不对beach进行划分 在secrets划分了之后分配到不同的device上 就不同的gpu上 嗯 然后去跑那个2gb 就做attention 但是在那个attention score的时候 他他做了一个呃环式 就相当于是我先对我自己自身的那个vd 去做了一个分数 就得到这个分数 然后我我再把我我这里的东西 给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把我他自己的 给下一个 然后这样一圈之后 那每一个 其实每一个那个 呃gpu他都已经计算过一次了 这个不同的 这个这个 循环传是啥呢 就说我现在有个attention score有的 对吧 嗯 我传给下一个呢 那下一个怎么用呢 我不是他不传啊 attention score 是是把这个key传过去 哦 对是相同的嘛 我把key传过去 那他自己的gpu再算一次 QV一样 他是把key不一样 所以把key传一下 是什么 对 啊不对 QKV应该都一样的 对QKV是一样的 所以我只用传一个就可以了 哦 他是把key传了 然后他在这块新的gpu上 再算一次嘛 相当于做了四次运算 把一个一次运算的问题 变成了四次运算 好的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 呃 可以 行行 然后 然后他 他的实现方式中 他的sequence parallel 和这个peperline parallel 他是可以 对 还有那个high level的 看着朋友 他是正交的 就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同时用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后面就是代码 代码他他这个是他论文里面的 就非常简单 就首先就是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标明了你 你需要你想要进行的那个 封部射方式 嗯 然后他在这个launch 里面 然后后面就直接用他 我定义的一个函数去 重就重 呃 营造成他的那个model 就把这些参数给他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 就这些就是 连接相当于就是他的一个呃 分布射 所以就看他这个代码 就非常的简单 就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lama2 就是之前把我的那个 嗯嗯 呃 他这里也是他 他他这个是新版本嘛 新版本 他直接对对接了那个hunging face 的模式 嗯嗯 就是直接从hunging face 或者一个模型 然后用这个bouster 啊你现在是在讲怎么用lama2了是吧 对 那就前面那篇文章结束了是吧 呃 没有后面实验我放在后面 然后中间就只有一个lama2 其实就就这么一小段 就可以直接用 然后这里就设置一下 比如说呃 B型进行数 然后pipeline的数量 嗯 然后要不要用那个zell stage 就是一个呃 就是把那些某些参数 就存到那个cpu的内存里面去节省 gpu内存一个调用的放手 哎那如果这样的colon 他用了他这个什么叫怎么怎么读 叫colonate是吧 colonate是吧 colonate是吧 嗯嗯 哦 哦不是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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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cell ai 反正就是colorcell 我们就这么读吧 然后用于他这个AI 再加上他是不是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用3090卡 多几张也能训练这个 做lama 就lama2这种事情 理论上确实它是可以的 就是他的按他的说法 只要并行数够多 他就可以实行 好吧 再往下看 然后然后就是实验实验 实验的首先他是验证了他这个多维探测 colonate的那个呃性能 会就是他用了并行方式 会不会对我这个模型区别的最佣性能产生不下 他是在上面这个机子上去运行的 然后可以看到其实对于这他所实现的四种 几乎就是没有损失了 对对对这个就是验证这个事 然后下面就是在那个不同的呃 就是在gpu上去验证不同的这个 并行方式 他他对那个显存的一个占用 嗯 然后在gpu4的时候 随着必须在这个增加 其实呃这个1d的这种方式 他的 它的显存价格是最高的 然后2d和2.5d它是相对比较低 嗯 然后在8g的时候呃 也也是一样 其实趋势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有就是2d和3d的区别 3d会比2.5d还要 他这个应该是占用越低 越好 越好是吧 因为你这样子可以做用小的卡去做这个事吗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同样还有一个呃 一个参数就是影响模型训练的那个显存大小 还有一个参数就是那个贴增size 他同样做了同样的事情 就是都能证明呃 呃就是想说明这个3d 就是越高5 他他所那种用的越高为的那种呃 探索parallor 它的显存占用率是更低的 嗯 然后这里就是呃 研究他这些呃 呃就这个方式的一个通信量吧 嗯 一个存储量 一个呃带宽消耗之类的 就是他做了这样的两个机子 第一个机子它是就是每张卡之间 有一个nvlink 一个高速连接就是上面这个 然后下面这个是他只有在相邻的卡之间 会有一个nvlink 然后其余的卡之间是用的pcie去连接的 就下面这个 那如果说看这边的话呃 这边这张图的意思就是在零和一之间呃 我们的传言数的通信量 然后零零卡和第二卡的那种 如果在系统一上就是一个机子上就 每个都有nvlink 那如一呃这种 这种AED的ED的那个通信方式 它它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量 但是当当用卡二的时候就不行了 就是在远远处卡 远端卡的卡上面 它是没有办法保证通信量的 它的通信效率是非常低的 嗯 然后在右边呃 右边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研究 那个呃 gpu数量对这个通信的一个呃 有影响 其实也是和总的那个一样的 就gpu数量越大 越多 它的nvlink就呃 就是越少 而也不算越少 就是越稀疏嘛 然后就性能就会呃 吞出量就会下降了 然后这边是研究这个不同的运行方式 它的一个在不同的系统上 它的性能如何 在都有nvlink的系统上 它呃 EB的方式 它的充信量是最高的 分数量是最高的 嗯 就是它的效率会最高 嗯 因为就是 传输传输的比较少 嗯 就就就比较好 但是 在 系统二上 就是呃 因为传输 在对于EB来说 它的传输有很多实验了 那 那它就 它的数据会变慢 那相反 你看 2D和呃 就高维的这些方式 它 虽然说它需要经过多轮 但是它这个时候它的它广播出去的那个数据是比较少的 数据量是比较少的 那它的那个呃 速度就会变快 就通信通信 因为通信更少了嘛 嗯 虽然说这里2 2.5D和3D 3D更少 但是它 文文中提到就是3D它是更适用于多卡 就是卡越多 它越快 嗯 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说 嗯嗯 然后后面这个实验就是这个6PRL的一个验证 然后它是在一个这样的一张呃一个系统上去验证 首先就是呃 它它它它和它提出的一个1D PRL去做的一个对 它用了6PRL之后它的必须再次就能放得住 吧 但是1D就不能放 然后它是在一个呃 用了Virt的背景 然后在那个地板车上去做的一个 好右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用了6PX它的呃 它的那个区别的长度可以做到更长 然后右边是呃 在有没有PIPLINE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用它的方法 呃 在有PIPLINE的情况下 它也能实现一个很 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它它就说明它们俩可以并行使用 嗯 然后后面就没了 它它就没有 所以它也有 觉得它就没有 感谢观看